我還以為是宇翔欸 宇翔不是吧 宇翔要做尾巴 我跟你 講到以前了 這邊 好像是宇 等一下 旺邊開始 旺邊記 好 那這樣好 好 現在要趕快講 趕快講 趕快講已經撞到了時間 今天這好像有點誇張 我那個都看不太清楚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簡單的一段 我在Berkeley的生活 那就開始吧 往你的右邊走兩步 可以嗎 幫大家聊下來 好 跟大家一樣 我是一個圖生圖長 台灣長大的孩子 最會講的就是單一 然後很不幸 出國之前 出了一點小車禍 但是即使這樣 還是要勇敢的去追自己的夢想 那這句話呢 這句話在整個大學 都停在我的書桌上 所以我想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那意義是什麼 我現在先不跟你們說 等到最後我們再回來 然後接著呢 我就離開了台灣 來到了馬尼拉 其實到馬尼拉也是 滿奇妙的一個機遇 一開始本來沒有想到馬尼拉這個地方 是因為你知道就是 金貝有限 所以為了要省機票的錢 我就 因為我原本是要舊金山進溫哥華出來 所以這樣子我買不同店進出的話 在華航跟廠航報價大概是五六萬的價錢 非常貴 所以我最後就挑菲律賓航公司 然後買兩張單程票 我省了兩萬多塊 所以就到了馬尼拉這個地方 想說順便轉機 然後停了一個禮拜再在當地玩 然後在這邊特別要謝謝Frank 他第一個有人這樣送機送到馬尼拉 然後他就帶我們到處去玩 就是馬尼拉人給我一種很純樸 然後很純真 他很樂意跟你交往的感覺 像相信Frank也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然後最後是 這個第三個是Kind of Dangerous 他有一點點危險 因為在馬尼拉他是一個 菲律賓最大的一個城市 所以他的自然比不是那麼好 他到處都是一些街頭的片子 或是持槍的保安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要小心一點 但是普羅大眾是非常的友善 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呢 Latin是指 他們以前曾經被西班牙殖民過 所以我們在當地看到很多 像這個是Santiago的Gasto 他很有這種西班牙的味道 然後這個Universal of St. Thomas 是他們一所私立的大學 然後也是非常非常的古色 想自我大學大概有五百年那麼久了 然後他們的學生就要穿天主教的制服 然後天主教的制服你們不懂嗎 像 很性感耶 好沒關係 OK 然後Casino就是他們這個地方 因為發展商業嘛 所以有很多的賭場 Frank就在那邊花了一個下午 然後我什麼都沒有得到 我跟你講我沒有賠錢喔 沒有賠錢就不錯了吧 但是他本來賠錢是因為我叫他 你再去一下 然後又把他五百塊賺了 那這個就是他 他是亞洲很多最大的Shopping Mall的一個所在地 那這就是我停留在馬尼大本團的一個停留 然後就跟Frank說Goodbye 之後 飛了15個小時 屁股超痛 然後終於到了San Francisco Berkeley 那 為什麼說Go Bears呢 呃 因為以前加州大學系統最早只有Berkeley所 那 大家都會叫自己是大雄Bears 那其他的加州大學後來出來 像UCLA或是ERVICE其他的 他們就是小熊 我們就是 等於是熊媽媽這樣子 那他為什麼會在美國這麼有名 這麼厲害 除了有很多很多的獎 很多很多的得獎的人 很多研究之外 他是美國第一個 成立這個 也不是成立 就是 就是當初他們越南大戰的時候 第一個跳出來 有學生組織反戰的一個學校 第二個他們有 全美國Top10的Ice Cream 真的超好吃 每天都在排隊 我每天都一定要吃一個 而且才兩塊 然後就變得這麼棒 然後 幾公斤幾公斤 胖了大概六公斤 哈哈 還好還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媽媽貝人 到處學家到處都是這個東西 然後第三個是我想要講 他們的學生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生活 就是Colorful Life 因為在台灣我的一個感觸很深就是 我們同年級的同學 你可能一個班 全部都是同一個年次出來 從一個年次進大學 同一個年次畢業 大家都在一樣的路上 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他們在這邊不一樣 你同一個班級的人 他可能是二十四歲 二十歲 二十六歲 然後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 然後做過不同的事 有的人可能買過一套翻出來 然後環流過一世界之後 又把他們賣掉回來 讀書 有的人曾經搞了一家公司 可是破產了 知道我們來讀書 很多不同的固執 然後呢 Berkeley它還有一個很酷 還有一個台灣來的校長 但是那個校長已經死掉了 他叫田昌理 然後在學校裡面有一個他的經驗館 然後這個Perfect Library 他們的圖書館真的是超棒 我們海大館圖書館有幾座 一座 一座 猜猜看 Berkeley有幾座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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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了 所以跟大家講 他們的 Berkeley Berkeley 圖書館 主要的有兩座 然後其他的系圖書館 跟圈圖書館 總共加起來超過三十座圖書館 然後有超過一千萬車的場所 每一間圖書館都有很多的點頭設備 像我在那邊我就用了很多Apple的產品 就覺得哇 超棒 然後另外一個Perfect點是什麼呢 他們每年開學的時候 新生都會 不一定新生 新生或老生都會在 那個重圖書館 裸奔 大家互相檢視一下 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 Cabinelli是學校的這個 這個 鐘樓很酷 他學生上去是免費 但是觀光課上去 好像收五塊還是十塊 收幾塊 他 五塊 的樣子 然後就是他很酷 因為大家知道 鐘樓就是暴食的嘛 所以他上面有很多大小不一的鐘 然後呢 呃 每個學期他們音樂期會開一門課 教你怎麼樣play這個這個鐘 然後 你如果在九月或十月你去聽 就會發現欸有一點難聽 然後十一月欸好一點 然後十二月欸一月喔很好聽 就是他們在練習 對這就是很酷的一個鐘樓 那Berkeley最大的analy就是Stanford大學 他們是一所實地大學 他們是一所實地大學 在其實有點遠 但他們都覺得很近 然後每次到Football 他們美國人就是很瘋這種 美式足球的比賽 他們覺得很熱鬆 然後他們就一定要把學校這種雕像啊 還有他們Football的一些場地啊 還有教練的雕像 全部都要用我們來波遊 這就是Berkeley 然後再來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在Berkeley上課一些很有趣的課程 那其實我選擇Barth的三門課 今天跟大家講其中 比較有趣的兩門 右邊這一門 這個是Introduction to Product of Invalid 它有一點像工業設計的課 那老師呢 它很酷 有點像我們剛剛講的 Frank講的那個翻轉教室 它不是上課給你 它請你回家看書 或者看他的給你的影片 或者是任何東西 然後你來我們一起討論 然後呢 你的學習 除了來自你的老師 你的同學 還有社會 為什麼說你的同學呢 在台灣你可能問問題 然後老師回答你覺得你很棒 在Berkeley 你問問題 可能你坐你右邊的人回答你 然後你覺得他好棒 然後再從社會學 因為我剛好很幸運 我在Berkeley的時間裡面 我碰到一個San Francisco的Design Week 所以 因為這是一門工業設計的課 所以我就去參加他們很多場的這個講座 然後我就選了其中一個的這個照片 他們談了很多設計師啊的理念 創業 然後怎麼樣在創業跟設計底下 又要符合環保和未來的趨勢 然後告訴我們很多設計人 應該要秉持的一個道德的信 雖然美國人他們自己很不環保 但是他們的設計師是還蠻重視這一塊的 那這一堂課我覺得學很多就是 Banking and why 就是我們要一直動腦梯一直想 像我的project是 我們要做一個科技人的背包 所以我們就要畫一些草圖 其實這只是其中一張 我在我的筆記本裡面有好多張 然後都是這樣子的東西 但都畫得很醜 然後我也從這堂課裡面 學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像畫畫啊 還有我們的行銷啊 還有做石雕啊 還有一些工業的東西 那這一門課呢 是Introduction to Oceans 它是有點像 海洋學跟生物學的結合 那這個老師很好玩 他非常非常的愛護環境 我們有一堂校外教學 我們就一起去 呃 我也忘記了一個地方 叫Sentern 多不少 那是一個草間帶的地方 然後有很多 很多這個東西 這個是海灰 然後旁邊很多 有點像是水草的東西 像在台灣 我們比較沒有那麼愛護環境 可能是石頭很多 然後水草一點點 然後棒球一點點 然後那邊是海灰 一個水草很多 然後石頭一點點 所以你要找地方採很難 然後老師就一直說 Woo Don't stand on there 一直叫你不要採他們 然後他說你採到它 就把你當掉它 你小心不可以採到它 你小心不可以採到它 但是還是有同學不小心採到它 採到那個海灰 他就會這樣 呃我不知道 我那個成績是保密的 然後他採到那個海灰 然後就噴水 然後老師就會尖叫 就很好笑 然後他是我認識第一個 cheating的professor 什麼說呢 就是一般講cheating 都是學生在做密碼 你操同學答案 我操你 你操我 還不是我們考期中考的時候 他跟我們說 我們有第一意見 不可以看別人 然後發 我們都很認真在挑 說要拿到重複的這樣 然後寫考驗 然後寫完之後呢 對答案 隔天 隔天對 隔天發答案 他說答案就在那個網路上面 自己去想 然後就有同學覺得說 欸老師為什麼只有一份 我是BJ要看 因為他只有上傳BJ 他說 那只有BJ怎麼辦 然後老師就說 其實都一樣 還賣進去 然後 OK然後 但是他又補了一句 騎莫考的時候 可能還是會這樣 you never know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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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完之後 覺得特別有心得的 跟大家講 我覺得第一個是 你要很真心的朋友 因為 不管這個朋友 是好朋友還是壞朋友 你很難有機會 去認識到一個人 然後 保持這樣很好的關係 所以只要有機會 不要吝嗇去付出 不要吝嗇去 跟朋友相聚 有些人會覺得 好麻煩喔 我今天不要出門好了 可是 如果你換一個方式想 欸好久沒有見到他了 我們去一起 然後逛一逛 然後我就認識了很多的朋友 像這個 這張照片其實是我一起 抽完大媽之後拍的 就是 每個人就是 變神經病 然後 他們就是我在 然後 這個是 我的印度同學 我們一起到優勝那一晚 然後 這邊要講一下 我覺得那個 美國的自然工藝真的非常的棒 他們除了很乾淨 很環保之外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 在湖水裡面 游泳 我沒有去湧度的游泰 所以我回來說 我想要去湧度的游泰 因為在湖水裡面游泳 真的太爽 就這樣洗澡然後很乾淨 就起來 然後起來之後可以吃一點 Parmicill 然後因為我年齡以後 穿Bikini 就很開心 然後 還有就是 哈哈 他出來後面 他在溜泳的時候 我有強烈建議他來 San Francisco玩 然後我就帶他一起出去 走一走 我覺得就是 你如果越珍惜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也反過來 越珍惜你 相信大家 在人生的過程裡 一定很有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 這些都是我在外面 認識的一些朋友 然後到現在都還有聯絡 然後 第二個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去舊金山的Pripe Parade 這個是 他們每年六月底 就會有一個 很有名的 同志大遊戲 那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同志大遊戲就是 Gay啊 類似的 然後穿得很奇怪啊 酷啊 什麼的 但是我想 我在這裡面看到一個點 我想問大家就是 你有多勇敢去做一件 跟別人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在他們職場看到 他們真的很勇敢 你要付出多少勇氣 你才可以站在路上 告訴他 I'm gay I'm pride of myself 然後 圈落 然後這樣 用一個小機擋 這是我把他擋 他其實很小 在街上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我很佩服他們這樣子的勇氣 他文字禮拜六 真的 對啊 禮拜六 真的 大家就是 不要用奇怪的眼光 去看他們 給他們一點支持 跟利益 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想跟大家說 你就會光明 常常我們都會需要 朋友 像Facebook這樣的 可能有社交群球 但是有時候你換一個行進 去享受一下孤獨的時光 會有一些啟發 有一些收穫 有時候會有一些驗語 像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他叫 他叫Danny 他是我在Santa Monica 遇到的一個秘魯的女生 然後呢 其實我們也沒有 也沒有認識 就是他在曬太陽 我就在曬太陽 然後我就說 你好Tenna 我好喜歡你的服飾 他說你也是演錯 然後我們就聊天 後來 後來就一起去吃晚餐 然後因為認識他 他就跟我講了很多秘魯的故事 說我可以去秘魯的故事 然後他還告訴我很多 因為他在Santa Monica 宅了一個禮拜 然後那是我第一天到那邊 然後我也因為他 我知道了一些好吃的餐點 然後後來第二次驗語的時候 我就知道那些餐點 可以帶你去吃 去吃 然後這個女生 我忘記她名字 什麼名字 是Floria 她是法國人 然後她講話真的超級興奮 然後她很可愛 我們在西雅圖碰到 但是西雅圖的時候 其實有另外一個 一起 一起的海拉的同學 但她今天沒有來 然後是很珍惜這段時光 然後最後我想講一下這個 後來她應該有七十幾歲 她是宏都拉斯人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老人跟年輕人一個宏溝啊 或是她很老 還有老人抽 跟她講話 但是有時候你多關心一下 你身邊的老人 你家的你的爺爺奶奶 或是把我路上你讓個座 或是出個老人家過馬路 其實老人家有時候 會給你很多不一樣的收穫 這個是我在Vancor Road 一個大學旁邊的trail 在走路 我在趴山 然後我就幫她 我就跟她聊天 但是我對這個禮方 有點抖擾 我只是覺得她是森林好漂亮 而且我有想尿尿所以我就跑到森林 然後我這邊要講一個 你們不知道西方國家的廁所 有夠難找的 真的很難找 我整天都在憋怒 所以好不容易有一個 可以上廁所裡 然後就 沖進去 然後呢就跑到這個老人 然後我就跟她聊天 然後她就說 因為我跟她說我在找一個 因為這個學校在山上 我說我在找一個 不是廁所 在找一個店 可以看到整個文革華室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 我在整個山裡面 我晃到快要太陽下台 花了滿個小時 我都找不到 然後她就跟我說 Follow me I'll show you 然後她就帶我到了一個公園 我看到 哇 整個舊廳 整個文革華的景色 整個文革華的那個 音樂高 就是很漂亮的海景 跟城市的天際線 這是 真的是 有時候你自己找 你找不到 但是你相信了 人家的職位 就可以找到很厲害的東西 然後 右上角這邊是有一點 看不清楚 但是其實我沒有這個地方講 我只是想說看過了 發現她沒有發現 這個是講公看到的鮭魚 這個是我看到的鮭魚 真的你會心疼 那些鮭魚回遊的時候 因為他們身上都是皮都掉下來啊 然後有的流血啊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哇 一隻鮭魚 要游回那個地方 要很大的流血 所以就會更愛護這個字 所以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 國外鮭魚回遊的奇景 好 就是 我的分享大概就到這邊 那 最後我想回 剛剛看一看 等一下我想問 好 飛機是降肥的喔 不是降肥 但是因為地圖是 地圖是降肥嗎 這個很有趣就是 但是你們發現 如果你來自不同的國家 你的地球的中心點會不一樣 像我們是亞洲人 我們的中心點是太平洋 他們是美洲人 他們中心點是大西洋 對 所以如果 如果你是台灣的第四間地圖 你的美洲 會在這個地方 對 所以這張是歐洲 這張是歐洲的 因為Presley 是他們的軟體 然後其實我不是故意要用銀子 因為他不能用中文字 可以 他改了 他把中文的選項拿掉了 只剩日文語 跟The Stand-Action 我自己就是這樣 沒辦法我試過都是個選擇 所以 好吧 對不起 然後可以 可以回到剛剛的意義上嗎 OK 回到這句話 The effort is then on achieving your dream 是嗎 然後 The dream itself 我想講的是 我覺得我的 或者整個大學的生活 我在為了這個留學準備 我從大二我就開始 我覺得 我要 我要出去看一看 所以我就開始賺錢 就開始念書 我大一的成績超級爛 但是我大二成績很好 大三也很好 大四也很好 就是為了要拿這個錢 大一成績大學 不是因為追你沒有關係 不是 是因為太愛玩的話 就是成績很爛 但是最後 最後我發現 我在這一段 這一段期間努力 我還沒出國前 我就已經感受到 這些努力的回饋 都回到我自己身上 我成就了一個很精彩的大學生 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也可以勇敢 JD的夢想 謝謝 好